微型滑小缺乏学省被迫关闭或者搬迁的新闻时有所闻 但其实与城市学校越来越拥挤不断赶功赫 以及成绩至上的学习环境相比 霹雳董联会认为微小反倒创造了一般学校没有的优势 堪比国际学校 霹州董联会总部黄志伟就表示 接下来他们将会致力提升霹雳州内微型小学的价值 也让更多家长了解这些微型小学的优势 让他们看到微型小学的好 也是更加合适孩子学习的地方 先来听听他还说了些什么 城乡发展差异和人口流失 导致一些地方的学校沦为微型滑小 霹雳州也是国内面对最多微型滑小课题的州属 由于学生人数不足 很多微型滑小都在苦苦挣扎 试图从绝境中处生 为了推广微小的价值和优势 霹雳董联会去年就开始策划和拍摄 制作多部关于霹雳州微型滑小的视频 希望透过镜头带领更多人认识 微型滑小的存在优势和价值 很多微型滑小的学生流失并不代表那所微型滑小真的很糟糕 其实我们去的很多微型滑小 其实我们发现到它其实有它的优势 包括我们看到很多学生在这样一个小型的学校得到很好的照顾 在学习上也会有更好的一个机会 比起城市的学生 它有更好的一个机会能够去学习的更多 霹雳十八丁老港陪至华小 因为陷入零学生 目前正在办理签校手续中 霹雳董联会总务黄志伟透露 已经根据教育部和州教育局的要求 正式提出签校的申请工作 有鉴于培制华小将跨州签校到雪邦 设计的法律程序相比跨线签校来得更繁琐 但目前一切进展顺利 我们都会按照我们的这个教育局 他们的这个需要 教育部的需要 然后按部就班的把所有的这个程序给去给做好了 然后希望能够快一点的落实这个签校 由于霹雳州内还有许多微型华校 因此人口发展密集的雪龙 成为培制华小千校的目的地 至于在千校后 是否还会沿用现有校民 霹雳董联会将向发展商 表达村民争取保留校民的意愿 毕竟校民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与故事 根据霹雳董联会的资料 霹雳目前已经有三所微型华校 成功千校到雪龙一带重获新生 分别是从曼容县千校到补种的 深境哈古勒华校 从霹雳太平乌鲁十八丁 搬到赛城的联合华校 以及从霹雳雾边千校到补种的平民华校 黄志伟坦言 虽然霹雳董联会是希望能够将 这些微型华校保留在霹雳州 但依目前现实情况 以及根据霹雳州整体华校现况看来 霹雳州各个地方是没有新华校的要求 所以唯有往外迁移 而人口发展密集的雪龙 自然成了千校最理想的目的力 《雪龙村整体 是 Hearts》 赛城的村子 《雪龙村也不是分人》 《雪龙村 recommendations》 《雪龙村 Colaат 》 《雪 extorn hold是直 where there are 有팅去制造的 《雪龙村内和雪康村》 《雪龙村屋卿��� campfire》 《雪龙村川天主席》 《雪龙村敬药원的这首倍